字幕志愿者 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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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手上 下载这个Apple 之后呢 我们点进去 只要按右下角加号 新增信用卡这个栏位 那这边的list呢 是之前您有绑定过Gmail的账号的旧账号 都会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想要新增新的信用卡 那移到最下面 新增其他卡片 那我们只要扫描 我们的信用卡到这个栏位 它就可以自动帮您输入了 那另外的功能呢 也可以使用手动新增 输入您的信用卡号码 按背面的三码安全码 它会寄送简讯 然后在确认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那我们使用Android Pay呢 其实可以不用点进去这个App里面 直接B卡这样子就算是有感应成功了 那另外一个功能呢 就是我们新增了多张卡片之后 我们可以选择一张您想要使用的信用卡 将它置顶 如果我们今天想要用我们的第一页卡 我们找9案 这样子呢 第一页卡就算是您的智琳的卡片 对 这样就完成了 当然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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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好 现在 线板都修了 哈哈哈 线板的啊 那个线板 线板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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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